欢迎收看 民事台湾学堂 台湾县法学这个单元 今天很荣幸的 可以跟许清雄教授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主题 抵抗权的心事 首先我们来欢迎许清雄教授 教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抵抗权的心事 在上一集我们的谈到 它其实是有分四个阶段 我们那时候谈到了 到第三阶段 就是积极的抵抗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它四个阶段 有哪四个阶段呢 第一个就是和平 消极的抵抗 第二个就是防卫性的抵抗 第三个就是积极性的抵抗 我们今天就会从这里 来为大家做介绍 是的 第三阶段的积极性抵抗 基本上我们可以定位 这次的太阳化运动 就是一个积极性抵抗的阶段 如果防卫性的抵抗 都没有办法注视统治者反省 还继续的违宪乱纪 那就会演变成积极性的抵抗 这样的太阳化学院一般的 来占领来更凸显问题的严重性 积极性的抵抗是主动的 主动积极的对施政者 统治者施加压力 不是单纯的不服从 而是进一步的具体 甚至还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所以对现行体制的内容跟目标 正确的提出 我要求追求的内容目标是什么 像执政者掌握权力者实行对抗 已经有对抗的这种态势出现 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接受处罚 承担责任 进一步为理想牺牲的觉悟 不会随随便便受到镇压威胁就退缩 这个时候行使抵抗权的集团或人民 不仅可以不遵守恶法 甚至认为挑战恶法是一个正当的 挑战恶法才是人民应该站出来 行使的一个使命跟责任 所以正当性把恶法视为 我们追求公义公平民主法治 必须要去除掉的一个目标 这个时候的特色就是公开性 持续性 组织性的抗争运动 要达成目标完成整个改革 而且具备牺牲 甚至严重的话已经有寻教者 我们知道宗教信仰的寻教者的那种觉悟 都会在整个积极性的抵抗里面显示出来 其实手段它都已经到了一个这么强烈的地步 都已经具备要牺牲了 要训教者的觉悟 甚至可能要牺牲自己的性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都无法解决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那就进入抵抗运动或抵抗权行使的最后的阶段 那就是攻击性的抵抗权行 如果人民集体展开 积极性的抵抗 尾线的政府仍然一意的孤行 甚至把武力军事警察镇压 这些抵抗运动 那社会必然会出现攻击性的抵抗 甚至会造成社会动乱 流血牺牲生命 这个都是人类社会 长久以来不断地出现的一个状况 因为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 必然出现的结果就是 勇敢地站出来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对抗 这个阶段是人民主动以实力 来攻击掌握权力者 暴力性的攻击或实力性的对抗 攻击是它的特色 所以一般我们又称它为集团性的抵抗权 非常有集团有组织 而且用实力来跟镇压的统治者对抗 可以说已经如果是最高层次的攻击性抵抗权 可以说已经进入叛乱反乱革命的城市 以各种各样的攻击手段来希望恢复重建宪法秩序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1973年法国人权宣言第35条 所提到的 当政府侵害人民权力 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阻止的时候 此来抵抗武力的反乱 是人民及各种社会公益力量最神圣不可欠缺的权力跟义务 这是法国大革命 行使武力攻击的正当性的主张 也是最能充分说明抵抗权最终最后的手段 它的原因跟意义合在 是 那我们知道其实它这样子阶段性的特征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那我们想知道其实它这样子的表达方式里面 它当初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价值理念和完美的一些理想在里面吗 由于抵抗权的行使 它具有阶段性 在任何一个阶段我们提过 只要破坏宪法秩序的掌权者反省导政 那都可能完成整个抵抗运动 让社会国家恢复正常的状况 相反的如果掌权者仍然一贯的以巨大的国家权力来难权甚至镇压抵抗运动 甚至变本加厉 那没有办法 人民的抵抗权的行使就会受到激 刺激 激发更进一步的高层次的抵抗运动 迈向最后的攻击性的抵抗权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 即使抵抗运动进入最后阶段的攻击性抵抗权 本质上还是跟革命暴力有以下的区别 革命政变是以残酷不择手段的方法来打击对手 最后他也未必会建立一个民主法治恢复宪法秩序的一个政府 但是抵抗权即使它行使攻击性 它的攻击手段也是理性的 适可而止的 必要最小限的 不得已我必须要用武力来对抗 来行使抵抗权 它的行使最终的目的是要保障人权 恢复宪法自己 因此文明进步成熟的社会 如果照我们刚刚所讲的理论 所有国民公民在早的阶段 早期的阶段觉醒 有维护民主法治的决心跟信念 全体站出来共同的参与 在平和消极的抵抗阶段 更多的社会成本的损失 所以阶段性提升抵抗的运动 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强 造成更多的社会混乱 由此可知我们台湾人民也应该了解 大家越是及早觉醒 越是及早站出来 共同集结力量抵抗 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 那就可以缩短 抵抗的阶段跟时间 降低抵抗运动所造成的 种种社会动乱跟损害 相反的国民台湾人民 如果大家不关心 甚至支持违反宪法 违反人权保障 民主制度原理论的执政者 站在暴力的 镇压的军警的后面 摇旗呐喊 在那边说 这些人是暴民 我们应该打压他 镇压他 那这样的结果 必然造成抵抗运动 不能迅速及早的完成 结果整个社会 必须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甚至进入到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攻击性的抵抗的阶段 抵抗不义的政权 恢复民主法治 是不得已的手段 它采取的是一种 渐进的阶段性的 抵抗运动 不断的用 温和稳重的方法 警告违先的政府 尽快的恢复 民主法治的宪法秩序 我们也一再强调 在民主法治的国家 先进国家 抵抗违宪的政府 是国民的义务 如果全体国民 不对违反宪法的政府 进行站出来 勇敢地进行抵抗运动 那就可以说 你失去了作为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一个公民 一个国民的资格 在先进民主法治国家 所有的国民公民 都会自我惭愧 如果在必要 关键的时刻 没有站出来 参与抵抗运动 这种不进行 不站出来抵抗的人 不仅应该自我检讨 更没有资格 以这些人是 报名违反法律 作为借口 来指责 这些 积极站起来 抵抗的国民 当抵抗权的行使的时候 势必会掀起 社会上面秩序的一些动荡 正反两面的声音都会有 那其实当时呢 就有一些网友啦 或是一些民众 是不是有反驳教授一些理论 他说 如果许教授赞成 我们动不动就可以去占领啦 占领啦 那如果我们也可以因为 反对许教授 然后去占领教授的家 那时候不是有这样子的言论吗 那教授对于这样的言论 不知道听到有什么想法 然后我们也知道啦 其实 教授提到的一些 抵抗权的理论的行使的时候 他其实 因为会有一些风险在 可能会有秩序的不安啦 或是会有一些 人民可能会受伤 那我们会不希望 它经常发生 我们也提到说 它是一个 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那所以 教授会认为说 这样子不平常发生的频率里面 我们在国民的教育里面 也需要成为一个公民教育重要的一环吗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是 抵抗 我们已经一再提出 抵抗权行使 它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公益 目标就是要恢复宪法设计 人民站出来的抵抗的动机 是因为国家政府体制 违反国民主权 侵犯人民的权利 违反民主法治 所以 抵抗的对象 是国家的公权力 掌握巨大公权力 统治权力的统治者 才是我们抵抗的对象 如果 为了个人的恩怨 或看我 我看许教授讲的理论 我觉得不满 所以来 占领我家 来侵占我家 那这完全是不同的层次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消灭我 言论的自由 要反对我的思想 学理 所以 基本上 如果原因是对我的言论思想不满 而来反对 而来占领我家 那基本上 就是不正确 所以再整理一下 第一个 手无寸铁的人 不是掌权者 也没有打压民主 法治人权 那当然不是抵抗的对象 抵抗 是 为了公益 如果 来抵抗我 对国家的社会利益 有什么好处 那请你说明清楚 所以我当时 就这样回答 那些 曲解抵抗权理论的人 问他们 他们是基于什么崇高的理由 主张要来占领我的家 我当时的回答就说 如果你们认为占领我的家 可以让台湾民主宪政 确立 恢复民主法治 保障人权的社会 那你们不必来占领我家 我欢迎你到我家来住 那台湾进入民主法治的社会 台湾成为一个国家 那 我何乐不为 我想很多台湾人民也欢迎 如果随便占领一个人的家 去他家住 我们台湾能建立国家 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 有很多人愿意提供他的家 让这些人来住 问题是 这个是很矛盾 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抵抗运动不应该成为 是不是 第二个问题 抵抗运动或抵抗权的理念 应不应该成为公民教育重要的预防 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如果没有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人就会误解 到今天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 很多人认为 既然抵抗运动是正当的 所以他也出来抵抗 连反对改革的恶势力 或旧的既得利益阶体 也常常出来说 我是要抵抗 我是要行使抵抗权 那这个就是因为 整个教育 没有正确的传达 抵抗是因为宪法受到破坏 才站出来 才抵抗 这样才有正当性 如果没有好好教育 我们维护民主 法治的责任 跟义务 跟使命感 抵抗违宪的政府 是所有公民的权利 也是义务 这样人权的保障 民主的法治的制度 才能长治久安 过去我们也知道 台湾民主先进 牺牲奋斗 才有目前的自由民主人权 如果大家不去珍惜 而捍卫现有的 已经发展到目前的 自由跟民主的体制 一旦倒退 又回到独裁专制的社会 那我们又要重新来 行使抵抗权 那所发的代价 是非常残烈 换句话说 一样是行使抵抗运动 这专制体制 例如中国北韩 人民起来抵抗 攻击政府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变成叛徒被枪毙 就像过去我们一开始 所提到 人类社会只有 顺民或暴民 乖乖地接受统治 镇压 虐待 没有人权 那就当顺民 否则 你就要牺牲 站出来暴民 当暴民抵抗 国家社会不断地在 暴政跟流血革命的 恶性循环中 当然不能进步发展 更不要说人民有什么幸福 民主体制之下 行使抵抗权 例如欧美跟日本 这些国家 他们民主法治 顺利运作的国家 如果大多数国民 认为维持目前的宪法秩序 落实国民主权的国会 制定正当的法律 符合司法独立的违宪审查 都正常运作 那就可以解决争议的时候 有少数人讲出不合理的理由 来抗议 甚至用不当的方法 为了争取私利 私人利益或集团的利益 来冲进国会 占领国会 那当然是非法行使 暴力的一个特权 当然会被依法起诉 在民主陷阱国家 如果少数人认为 他是行使抵抗权 来冲进政府机关 就像我们的年金改革 的反对者 有很多人也主张 既然他要花运动 可以 那我们也可以 那这个 基本上在民主法治国家 当然不可能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有法律 有各种司法审判 你都可以进入那个程序 来解决问题 根本不是 何况你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集团的利益 跟大多数的国民利益 是对抗 换句话说 在文明社会正常运作 落实民主法治的政府 要求人民遵守法律 是理所当然 相反的 如果是政府用恶法 违反宪法 违法乱纪的时候 那人民就应该站出来抵抗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人民应该支持 申议员 让抵抗运动 及早完成 恢复健全的民主法治 这个用暴力革命 更减少社会的冲突 跟对立 跟顺害 何况暴力革命 政变不一定能建立 民主法治的政府 因此 民主先进国家 都在各种法理论 还有青少年的国民教育中 都会不断地提醒国民 要有抵抗的精神 要随时怀疑 监督政府 它是不是在破坏民主宪政 是不是在侵犯人权 要有这个警戒心 只有存在人民 公民社会 有坚定的意志 随时会站出来抵抗 这个作为后盾 那政府才有可能 随时 站站进心 谨慎地 依照宪法 制定法律 推动 落实 民主法治 跟人权的保障 是 那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民主是一条 很漫长的路 我们台湾今天有 这样子的民主自由 其实是有许许多多的先进 把我们累积出来的 甚至当时在学院的现场 就有那个小妹妹站出来 然后跟大哥哥大姐姐讲说 谢谢大哥哥大姐姐 那时候他一讲的时候 大家都哭 就觉得哇 我们今天坐在这边 就是为了我们后代 而站出来奋斗 其实是很感人的 那我们就想知道说 其实在公民的教育方面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哪 应该再加强 它是有某些程度的问题呢 是的 今天因为事件的关系 我在这边 首先提出来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 美国第三任总统 Jefferson 各位如果去过华盛顿 就会知道 在白宫的对面 有一个华盛顿纪念碑 在纪念碑的对面 有林肯纪念堂 这个都是美国 担任过美国总统 伟大的人物 但是常常忽略到 在纪念碑 林肯纪念堂的斜对面 在一个湖边 有一个Jefferson的纪念堂 为什么Jefferson Jefferson第三任总统 美国人民要这么纪念他 我是这边用简单的一句话 他当选总统以后 他在当选的演说 他指出 感谢美国国民 你们投票选我当总统 我非常的感谢 但是请各位 从今天开始 我当总统 我掌握国家权力 请你们从今天开始 要开始怀疑我 要监督我 要监督我 从现在起 我所讲的 我所做的 你们都要怀疑 不要相信 要先怀疑再讲 我是不是有欺骗你们 我是不是不实在 如果你们不怀疑我 没有监督我 那么美国 就不可能成为一个 民主法治的国家 详细的影响跟意义 也许我们下次 可以更清楚的说你 是 谢谢许教授今天的讲解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里 台湾宪法学 下周见